你什么时候管过儿子 想过儿子 你烦不烦哪 我在外面干的事情 你根本就不知道 我要是干成了 你下半辈子 不愁吃不愁穿 我老闷在家里面 能挣着钱吗 那公司有我的位子吗 我不这么做 你吃什么 我脖子上吊去吧你 苏震 你知道妈把我那个小音锁 放到哪里去了 我 我怎么会知道呢 不行 我说你 你去把妈叫来 我得问问她 她那小音锁 是不是派上用程了 你去 快去快去 你快 快快快快 快去 老夫人 这是家父 给张老爷开的药 谢谢你父亲 剪成的事 海外 我 你 我 你 是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其立这儿 那一位 一定增加那么回头 再嘛 你们也受不了大 先就是 再 LinkedIn GB 他只是跟上 尝诞 赶紧 我说 有点 不不不 老夫人 您千万别这么说 要怪 只能怪可恶的日本鬼子 我现在最苦恼的就是 我们的上司 他不让我们去正面抵抗啊 所以 有些事 我只能私下里做 表面上 我还得跟村上他们去周旋呢 我懂我懂 顾探长也不容易啊 不不不 老夫人 要说不容易 那您才是真正的不容易啊 您看看 我跟探长这一行 已经这么多年了 三教九流我结识了不少 可是 我还从来没见过一个像您这样的 您是真正让我打心底里佩服的 老夫人 您今后 只要有用得着我顾瑶寿的地方 您尽管延伸 我一定全力以赴 有您这句话 我就感激不尽了 老夫人 喂 您 确实 趙 老夫人 图探长 巴巴 然后 我 没有 还 还 都 他又能抢到什么 钱我捐了 房子万一没了 我去西塘住 你让家里人严加防范 万一要真是防不住 那也是天意了 那我把汉昌和袁姑娘都叫来 袁姑娘还会两下子 帮我一起守着 我坐下 敬如 紫清的生生父母 真的不是大老爷大太太 是 是我爸告诉我的 你也知道 我这个人心里藏不住事 要不这样吧 我们去问问王老爹 我爸粗心 肯定有好多事没有问清楚 对 我们一定要把情况弄清楚 这西堂又不大 说不定 还可以找到紫荆哥的生身父母 好 我们就这么办 袁姑娘 汉昌少爷 何叔 有什么事吗 刚才顾探长来过了 他说日本人发现大老爷不见了 可能会对张家采取行动 我已经对鬼屋 加派了更多的护院看守 老夫人的意思是 让你们两个也参加 你看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何叔您先去吧 我们一会儿就到 好 你们两个先不用那么着急 吃完晚饭以后再去也不迟啊 好 你们先聊着 我先走了 再见 你知道奶奶为什么让我去吗 为什么呀 因为我功夫好啊 上次那些人来了 我还没打够呢 这次那帮坏蛋要是再来 我就好好地打个过瘾 打 是要是娶你做老婆的话 是不是总要挨打呀 你 你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你 好了好了 你说什么 好啊你 好了好了 说什么呢你 你给我站住 饶命饶命 你说 你给我 你给我 restaurant 你吃质 我 我的 你吃质 我 在哪里 我 你吃质 你吃质 吃质 你吃质 还有 我 自己吃质 多扣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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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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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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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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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